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e 2021年第一個Vlog 首先都要祝大家身體健康 時事順利 來 剛剛酒店方面拋開 他們送了個小禮物給我 是一隻小鴨 洗澡鴨 這個是甚麼來的 我很喜歡拆禮物的 好像開箱一樣 尤其是這一種不期望的禮物 是朱古力 這個是小鴨 小鴨 生出來的朱古力蛋 第一個Vlog 我們就來到Conrad Hong Kong 體驗一個兩天一夜的住宿專案 它的名字很漂亮 叫做Bliss & Brunch Royal住宿專案 它的價值是3300港元 總共包了4餐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1點半 剛剛check in 發現原來的brunch已經開始了 2點半會有第二回合的brunch 我們待會就會下去吃brunch 吃brunch之前 現在帶大家參觀一下 這間位於58樓的客房 酒店房間的設施和裝飾已經有少少經典和時代的感覺 但是很乾淨和保養得很好 由於這裡的用餐環境比較寧靜 所以可能我吃東西的過程 都不可以像平時那樣說那麼多 不然實例死人了 所以我會拍多些食物 然後就會加一些感覺下去 當你坐定定之後 服務員就會不停地為你針香檳 在這裡喝香檳好像平時在餐廳喝水一樣 Conrad 8樓的brunch 用餐空間總共由3間餐廳構成 用餐期間是可以自由穿梭這3間餐廳 去拿他們提供的自作食物 在正中間的是Pacific Bar 位於左邊的是法式餐廳Barsery 而最右邊就是意大利餐廳Nicolini 我們先看看意大利餐廳Nicolini 他們提供的食物主要就是在這張桌上 上面有些麵包 各種不同的沙律和一些cold cut 只是這裡提供的食物款式 已經多到很難試得完 Pacific Bar這裡提供的食物就較多圓化 在正中間有一個homemade pasta的檔口 放在中間應該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一餐brunch 我放第一位令我最經驗的食物 就是這裡的出品 這裡有個cheese bar 旁邊有少少干果和餅乾 這兩盆中式食物 我不好意思已經不記得了他們的名字了 這裡會有些維舊點心 還有魚豬和片皮鴨 旁邊有一檔食烤Prime Whip 這個Prime Whip是非常好吃 待會再跟大家詳細說 至於法式餐廳BarSori這裡 就有一個簡單的Shashimi Bar 還有提供一些簡單的日式捲襪 這一邊應該剛剛發生過一段 腥風血雨的食物爭絕戰 很多食物都被人拿了一大半 這裡的餐牌有個很好的設計 中間是一個地圖 而在地圖的左右兩邊 就是列明了一些阿勒卡形式艾的食物 一些Starter 一些主菜和甜品 由於當日實在太冷了 所以一開始 我就想拿一些暖暖的食物 暖暖的圖先 而且我也挺肯定 它的Cold Cut和沙律會好吃 所以我更加好奇它們的中式點心 拿了一件帶子蒸餃 叉燒包和片皮鴨 味道方面 我猜這些中式點心 就不是這裡的強項和主打 我想大家看畫面都會感覺到 食片皮鴨可以就這樣吃一件 不用叫半隻或者一隻 可以這樣淺嘗過一下厚印是正的 好了 這裡其中一款明星食物來到 就是這一碟海鮮冷盤 食材有龍蝦、青口、蜆、蝦和蟹腳 當日吃到的青口和蜆 我都覺得是高質好吃的 當日吃到的龍蝦 全部都充滿龍蝦子 都是好吃的 我看其他人的影片 見到他們吃龍蝦 一下就可以把龍蝦肉夾出來 但不知為何我不行 海鮮拼盤裏面有一種食物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就是這隻蝦 它摸起來和咬起來都像是一隻高質的蝦 但是不知為何吃下去是完全沒有蝦味 是一塊冰冰冰冰的肉 所以之後安康都只追加了一份龍蝦 因為想留一個蝦子吃其他東西 雖然想留一個蝦子吃其他特別的東西 但是見到這些Cold Cut和Cheese 我又忍不住吃了一點 跟著帶大家看一下一個重要的檔口 就是位於Pacific Bar中間的Homemade Pasta檔 我點了一碟Ravioli 醬汁方面我就叫廚師幫我決定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Ravioli 應該要配什麽醬汁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見到師傅爆香的料頭蘑菇那些 我初初都以為是一個普通的白汁 直至到它加了這一根黑黑的調味料 這個是什麽材料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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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的样子就知道很好吃 因为那个即时反应是骗不到人的 我不是很形容到它的味道 总之就是很creamy,很和味,很幸福的滋味 还有黑松露是不会凸出来的 Pacific Bar还有一款食物我觉得是很好吃的 就是这个烤牛扒 是我个人认为今天这个brunch排低 异味味的食物 它甚至比我们要阿拉卡形式 叫的main dish的烤牛扒 我觉得是更好吃的 这种有厨师切给你的烤牛扒 我想大家吃自助餐都会经常看到 但这一款是異常的juicy 異常的软滑和異常的旧味道 这一餐的遗憾就是我没有ancall到它 这个比我想象中好比好多 其实我都已经有七成饱了 除了香槟可以任喝之外 这些clocktail也可以 所以我叫了个Bloody Mary 好,外面那个是什么 好,谢谢你 这一餐brunch提供的自助食物 其实真的很高质 但也有一些我不懂得欣赏的食物 就是这里很社交媒体拍片 friendly的risotto 可能芝士太冷了 是有点像一个放冰了的risotto 第一道主菜来到了 就是这个烤牛扒 我当时是下了五成熟的 它不是不好吃 可能叫三成会更好 还有可能外面自助形式 刚才被我盛赞的烤牛扒 实在煮得太好了今天 所以这个主菜烤牛扒 就没有预期中那么闪耀的味道 另一个主菜就是这个烤羊架 由于我们分享食物 所以我就拿了一件影给大家看 现在brunch吃饭就会转到 虚牙来做牛肉 好 虽然我不是很会欣赏主菜的烤牛扒 但是这个烤羊架 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又喝了 最后一款我有吃到的主菜烤牛扒 就是这个烤大虾 在落单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要和服务员说 请你给我小份量 因为我很怕吃不完 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留意到 吃吃吃吃吃店员就和我说 已经在Niconini这边 会有一个brunch surprise出现 就是这款空牙利会牛肉 它是以快闪形式出现的 已经继续没做了 刚刚有个brunch surprise 但是真正的surprise 刚刚才来到 就是一件鵝肝 那我见试影姐姐是拿着四件的 我就套了一件 好了 吃完鵝肝 真是最厉害了 就是这个甜品拼盘 其实你不一定要整盘这样叫 你可以逐件逐件蛋糕地叫 但是我又想试完这么多款 有什么蛋糕自己看看 我开始醉了 抱歉 说不到话 甜品方面大部份都是中规中矩 我觉得 弹出来的就是有这个 运勒拉雪糕 它是有自家制的感觉 而这个法式千层素 我都是很喜欢吃的 很松脆的 还有它那个热情火雪巴 是非常非常好吃 士多啤梨雪糕就可以skip了 而用来做finale的这杯黑咖啡 我真是真心跟大家说 是超水准 是极精 刚才我们两点半入座 最后就是可以吃到五点半 现在时间是四点半 我都已经真是很饱了 基本上能够令你摆下的元素都在这里 それ以后含鹰香檳 也有美味的食物 还有甜品 还有咖啡 这套包机可能跟大家已经说过 包括四餐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餐 很有趣的 晚上黑今晚是一起来 包括里面 究竟是因为 accelerate让客人吃着饱 而不能加晚餐放到外套的包机 或是因为 限聚令 或者是晚上六点后 表面这是糖在哪些问题 令這個套餐沒有晚餐吃 在房間吃又算不算是糖吃呢 你們留言告訴我 我也不知道 雖然這裡可以任喝香檳 但各位也不要亂來 記得喝酒後不要開車 也不要喝太多 喝太多怕發瘋 失禮人 我想我喝了一杯夠了 Oh my God 好飽 吃完飯了 很可惜今天天氣好像一般 我想今晚也不用吃什麼嚴重的食物 由於剛才那頓飯真的吃得太飽 吃不到晚餐 但去到晚上11點又覺得哆哆肚餓 所以自費點了一個room service 這個burger是不包括在我們的package裏面 但當你見到服務員整張桌子推進來服務你 你又會覺得那247元是值得付的 早晨了 各位 自助早餐會在59樓的executive lunch那裡吃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昨天的brunch 實在太美味太精彩了 所以還壞了一個人 今早起床見到59樓的自助早餐 會有一種 為什麼這些食物好像不同了的感覺 連我昨天讚口不絕的那杯熱咖啡 都不同了 這一碟就是我和服務員Order的雜錦鵪簾 由於它實在太寂寞了 所以我幫它來個大便身先 我現在剪片看回片 又會覺得 其實酒店的自助早餐是吃這些東西的了 但是當刻的確你會覺得不知自己想吃些什麽的 我想到一個項目的 就是這裏提供的自助早餐 有些包點的確在酒店的自助早餐是比較少見的 我不是醃尖嘛 要怪就怪昨天的brunch 實在太美味太精彩了 HELLO 大家午安 應該說大家早晨才對 現在這一餐就是我們的下午茶 就是我在Conrad這裏 如果是這個package包賣 應該是第三餐 在Conrad 59樓吃到的三層下午茶就是這樣的了 食物款式就是一定會有一些鹹的三文治 會有Skong 會有果醬 會有奶油 而且會有甜品 它的份量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是不會太飽 亦都不會吃完之後很空虛 我覺得當日最好的點心 我會選這個Skong 我覺得它當日是焗得剛剛好 是香的 好味的 當日有兩個鬆餅 其中有一個幸運是沒有提子乾的 實在太好了 好了 來到我們這個Blitz & Brunch Royal 最後一個餐飲環節 就是這個Sunset Clocktail 我手上這杯並不是香菌 是一杯Sparkling Wine 其實昨天吃完Brunch 如果大家還未夠喉 已經可以上來參加這個環節 可以繼續喝Sparkling Wine 白酒或者紅酒 當然還會有其他無酒精的飲品 還有些小食提供的 有些Nachos 牛油果醬 沙沙醬 大家在畫面見到的食物款式 就不是這裏的全部 廚師和服務員都會不停地更新這裏的食物 之後可能會有些炸春卷、蝦多士這類小食 但由於這兩天我已經不停地吃 所以我就承諾也沒有拍給大家看 好了各位 今集Vlog就談到這裏了 好多謝各位觀眾 和我一起去經歷這兩天一夜的小假期 原來Conrad Hong Kong已經在這裡30年了 好多謝這兩天照顧過我的職員和朋友們 雖然房間的設施不算是最普遍 但保養得很好很乾淨 餐飲方面就真的不用說了 這餐brunch是彈了出來是真是正的 各位 如果想再看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要支持我 要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要留言 還有要按響小鈴鐺 最好就可以follow我的mivi 我的instagram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裏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